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給50mm鏡頭用的特別配件 SOO KY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SOO KY 配件 這個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菲林年代的時候已經有了 一般來說那個年代 50mm鏡頭最近對焦 只能對到1米 而這個 用了之後可以對到0.5米 所以我對而言是近了很多 那你說現在可以用Live View 可以用其他 但如果你用菲林機 又或者我現在手機 這部262其實是沒有Live View 那這個就做不到 所以用這個小配件 是幫到這個網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例如我有一支叫做DR的鏡頭 那我前部份是可以拆出來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把它拆了出來 那把它可以扭到 這個配件裡了 那然後呢 放進去的相機 就用得了 但是呢 距離呢 都是說近攝範圍 大約是0.5米 去到1米的範圍 去拍攝這個效果 那除了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DR DR以外 還有一支叫做Widget 那同樣都是可以把前部份 鏡頭的玻璃部分 是扭出來 可以扭下去的 那當你扭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 因為有些可能太久沒有動過 會比較緊一點的 那就不要硬來 可能那些要找師傅去搞搞 那 除了是Widget DR之外呢 那還有一支鏡都可以的 同樣是50mm二光圈的 Summicron 這個是螺絲蟹的版本 那當你縮了這個尾部 進去的時候呢 那這裡有一個位置 和這個搭配器可以連接到的 那這個就是駁下去了 那變了它本身的焦點 就是沒有了作用的了 是靠這個搭配器的焦點 來去調節的 那光圈部分沒有影響 因為光圈在前部分的 那如果你對這個搭配器 是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旺角的門市呢 去親自了解和體驗一下的 那你如果欣賞我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